国民初恋秀志转型成为演员后 出演过不少热门韩剧深受大众喜爱 日前她现身白想艺术大赏第八次担任活动主持人 被网友们封为白想女神 此次她除了是主持人 同时也凭借韩剧安娜入围了白想事后 但却败给了黑暗荣耀宋慧桥 此前她曾登上网络节目与闺蜜罩闲雅聊天 并大一方分享了自己的调情秘诀 秀志表示微笑时要露出一点牙齦 并收起下拍牙齿 但她的样子看起来有点憨 让赵贤雅直呼无法理解 随后网友们发现秀志的白想幕后照 有好几张都是露牙齦憨笑 也比在节目中笑得更加真挚 而这样的笑容加上她的笑颜 其实更有亲和力 让人瞬间产生好感 难怪她会说是调情绝招 感谢观看